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鹤盘碎片怎么就落宿州九泉去了 这山高水远的 这 看路线我们还得接到梁州 那蛇德怕是和玄冥教勾结 我们怕得小心才好 不妨事 我们就梁州外转过去 再往西 应该是走这条路 就能直达宿州九泉 拿到课盘 哈喽大家好我是老师 喜欢我的频道 以及按下订阅按钮跟铃铛 第二个就是我们IG FB 还有Twitch 那这次的兑换码 呃 我不知道我还能不能用啊 那我试试看 呃 兑换码 好这个兑换码是8H6NY 然后UZ9B 不行 被使用 OK 看起来不行 可恶 APM了 好吧这个兑换码失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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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总不得安宁吧 毕竟于他而言 一寸山河一寸血 你的事可多谢各位了 这坟头可算是安宁了 老人家 那坟头到底是哪位将军的 这个谁晓得啊 我老头也就是顺耳朵听了些 传闻这人曾是当年汴京的一个晋军 后来才当了将军 闲话莫说 老头子我这儿找你们 是为同你们这等英雄人物刀几句 这还与内 此等奇谈怪事同过江之际 数也数不清 劳烦你们多多留心 瞧见了就去帮忙解决一番 也算在这等乱世之中造福百姓了 就这样 开朝中了 我们不必不可 尝尝让你带个话给蛇书鸣 玄冥教若当真有诚意 不如改日在小方盘成一件 你们这是何意 玄冥教 叶掌门 我们丞相说了 大家都是同道中人 您大可不必装作忠于玄冥教 哦 对了 叶掌门 你要找的东西西下没有 怕是叫你白跑了一趟 你 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就不怕我杀了你 叶掌门 你可记得曹无明 你 你知道了什么 他在哪 他说了什么 叶掌门 这么怕你的旧日同僚 你 你 奉劝你一句 若不想被你们那儿的武林知晓你的过去 你这把剑的过去 就莫要拿着玄冥教的鸡毛当令剑 那蛇得记忆和玄冥教勾结 应该是在找我们 那只能多加小心了 我们得借到此地 此时 杨州城内 曹无明正躲在某处 这人皆是伏兵 叶剑妃 曹大人别来无恙啊 叶剑妃 你身为宋人 竟和那蛇得勾结在一起 两面三道的鹰犬 还想学什么忠义之事 你且看当今宋境 还容得下你 曹大人 有 曹大人跟着吴将军久了 也是娇有甚广啊 动手 哼 明明是黄成丝插在无林身边的钉子 还真把它当成义父了 吴林四个儿都知道 军要沉死沉不得不死 你还保他作身 识相点 把吴林让你送的信交出来 曹大人 吴将军他 小兄弟 不曾想今日相间 竟然又是当日河谷重演 当日之恩 吴明已无可相报 不敢再有相求 但此番吴将军托付 吴明却不敢忘 吴明恳求你 往甘州苍城客栈送一封信 给一个叫 邪化莫多言 信你自己送 这是你自己应了吴将军的事 吴明此番怕 我们会助你离开 那别先谢过 吴明此前探过城中地形 我们可从此处离开 吴老将军他 吴老将军他 从今往后 再无曹大人 吴明此前探过 吴明此行托将军之命 吴明的这条命 还有作用 从前你在大撒关外 你所问的 吴明今日 可回答你了 吴明已知 该为何而死 吴迟 此物与我已然无用 但落在外人手中 或许又会生祸 便与你们吧 支罗斋 好古怪的名字 这是什么佛学典籍吗 此物其实得名于 吴州库里莱俊臣的罗之经 所谓在天下构陷之法 悦者无不恐必 但罗之经只是表象 人皆有恶 只需捕捉即可 何必罗之 这支罗斋 乃是皇城司内通之物 以组织为节 要人为章 司中之人所得情训 皆记录于此 这上面所记 便是我入皇城司以来 接触的组织 要人 我入司虽久 但一直待在僵局身边 收拢的情讯不多 但也可观之一二 他日 若你们遇见 未时的组织 或是小道消息 皆收录于此 任何人都有 他们想隐藏的东西 若是想要了解 就要与他们产生交集 现在如在梁州城内所言 我却有事需你们帮忙去办 此事我等记得 必不负所托 线索通常是与目标产生 交集最好的办法 有些线索可以轻松获得 但有些就比较麻烦了 通过这些线索 可发现这些组织所为之事 便可进一步得知 他们的意图 获得线索后 可以拼凑出 与目标方式的信息 利用这些信息 与目标达成接触 加强与这个组织的联系 当然 也可以从其手中 得到丰厚的报酬 有时候 还能得到这些组织的秘密 找到这些组织隐藏的秘密 有时候 还能还原出他们的目的 行走江湖 不能光凭一身勇武 记得 这世上能完全信任的 只有自己 无明 将军本也有话想告诉你 他认识你的父母 果然嘛 那日在大撒关 他将山河志交给我时 我大致就有感觉 但他当日似是不愿多提 他不愿多提 是因为有所顾忌 毕竟在大宋关爱 恐隔墙有耳 提我父母和隔墙有耳 有什么关联 你父 是反王 什么 你没听错 就是反王 据说当年 他冰摆栏关道 只是其中尚有 未能查明之事 所有人都以为他死了 然后呢 但绍兴二十七年春 却又有人在今见到他 那时他身边有一女侠相伴 后来一同进西夏 出西关 自此再无人见过他 他 那我父为何被当作反王 据说是为了某件东西 是能叫宋 重得太祖时国土 乃至 汉堂荣光 那为何 具体应由将军也不知道 将军为人 是不信你父亲有罪的 这没语音 姑娘还请别问 不过于早年风波停二 风波停五二 无名 我想问一个问题 说 黄城市究竟是什么 朝廷养狗的地方 你 黄城市的朝庆 已经死了 你是黄城市的人 城市 那你在吴将军身边 其实 如你们在城内听见的一样 无可辩驳 罢了 那些事情 本也扯不到这个人身上 雨昕 你似乎有些心事 或许不能说是心事 而是往日的魂灵 在缠绕不休 往日的魂灵 之前 你来世人公 那时候才几岁 就还记得之前的事情呢 谁也不是石头凤里蹦出来的 我曾有过父母母亲 还有姐妹 过着寻找人家的安稳生活 本以为会是平静的一生 但这一切 却被一把漂亮的剑给毁了 怎么说 我前几日 见到那把剑 就在夜上门手里 过去之中的结 雨昕 我刚才好像误到了什么 怎么突然提起这个来 那些钻石之人 也会重回过去 喂 小不脸 你干嘛 没啊 这叫棒赫 等到玉池跟你清醒清醒 你 雨昕 你看他 你还笑 依依也是一片好心 就是啊 还不是因为看到你 深深淡淡的 得了吧 这哪是棒赫啊 分明是欺负我老实人 阿良 房子还没说完呢 过去之节 误料了什么 这是那些钻石之人 暂时之人的亡灵 成了过去的结吧 斯文公的师傅 想象的不就是 阿良 不得口出妄言 好 就这样 不妙 居然又有石怪又有羽魅的 真是的 越着急赶落 越是撞到这种妖邪窝里 我们可得快点解决 还要给无名送信去呢 夜场门 真的也在这月下 啊 先生说笑 夜莫 从不伤怀 哦 你见到敌人也不会伤怀 夜莫 何来的故人 哈哈 夜见飞 猪人满门 却依然坦坦荡荡 真不知道你是个小人 还是个君子 谁告诉你这件事 寻丑者来了 哈哈哈哈 告辞 小事益庄 我要你写这写场 啊 真的就这样 夜长门 人 可以改头坏面 但绍兴28年 月下的那道剑光 我毕生都不会忘的 你是 瑜伽人 去死吧 等等 你父母致死另有原有 你杀我 也罢不了你的血潮 你父母是四象们的掌门所害 我家人为皇城是抄家 与四象们何干 但那抄家事事 却是我死所为 其实 我认那 使独子 敢为皇城公使 奉命而为 朱杀贼寇 仅此而已 夜莫人 一位循师朝 而为害百姓 时君俸禄 为君分忧 不过是朝廷的一条狗 别废话 究竟是怎么回事 不管为人情 不得详细 但我确知 当年命门之事 乃是四象门掌门 向朝廷命报案情 致死皇城市大举出动 说清楚点 夜长们 不好 这没奶了 我去挡住他们 人数太多 走 雨嬉 没事 我能找到她第一次 我便能找她第二次 苍城客栈 好奇怪的名 客栈不都该叫来福啊 客来啊什么的吗 一一快进来 我们找店家打听打听 啊 好 这就来咯 殿家 这苍城客栈内 可有位孤刀拓拔 这个 诸位客官 为何要找他 找到他了 果然是玄冥教啊 哼 今日就是你的死期 哪哪都有这些梁怂 哼 孤刀拓拔 做你武功盖世 今日也逃不掉 那就试试 打玄冥教算上我吗 受人之托来此找前辈 将此信交于前辈 唉 未料到三十年 等来的却是 唉 多谢你们为我送来故人之信 想无林一世忠义 却被构陷 本想玄冥教不过萧小 不曾想竟还有如此本事 盘沙堡尸鬼出没 只怕大夏也在他们图谋之内 图谋家国 听起来这是玄冥教背后另一人的主意 前辈 方才听您提起过玄冥教 也是最近才知道这些杂碎 前辈觉得试诡与玄冥教有关 是与否 不如一道同往盘沙堡看看 便知分晓 这 孤刀前辈 心机已送到 那我们还是 我与前辈同去 阿良 于夕 我有些别的怀疑 既然与玄冥教有关 我们还是先去看看 也可再行谋划 仗义直见 恐也唯有少年方得如此洒脱 咕刀前辈 晚辈有一事相问 我猜我知道你想问甚 想必你就是乌林信中所说的玉池良 我瞧你时 依稀是瞧见了故人的模样 前辈 你认识我父母 识得你父亲 那会儿还没你这个孩儿 他协议为名唤婉儿的女侠 寡言淡漠 语名不符 想必便是你母亲了 那他们后来如何了 后来 你未曾见过你父母吗 不曾 我既是起就在大雪山石轮宫 听说是被捡回去的 石轮宫 那地方 如此说吧 当年你父与吴林交好 我此前并不曾见 后来与我们同行数十日 在西关分别 你父说是要前去大漠深处 绘制些地形图 寻消失的古楼兰 楼兰换成 那 后来 这图是交与了吴老将军 哦 还有此事 那我就不得而知了 那时候我与吴林 已分道扬镳 呃 分道扬镳 为什么 国不同国 呢 本尊记魂于眷钱 曾游离天下 也结交过 不少好友 什么一代豪侠 千古明帝 飘香佳人 不过 最让本尊怀念的 就是那个光头了 你应该听过他的名字 玄奘 虽说那家伙是个话牢 但我真就没有见过 像他那么赤诚的人 甭管是喜怒哀乐 都挂在脸上 我还记得那时候他跟我说 东土佛学冗杂 修行之人难得真法 玄奘要往西天去 要将那精妙的佛法 带回来 哎呀 我这辈子都忘不了 那家伙说这话的时候 眼睛都在散发着光 虽说我不太懂 他信的那东西 到底是个什么 但我诚心地期盼着 他能成功 谁成想啊 隔天他就回来了 我还没来得及问 他就扑通一下地跪坐在榻上 满脸愁容地说 玄奘 再也受不了这种委屈了 后来我才知道 玄奘收拾了行囊 打算出城 那城门的军士 好奇随口问了一句 法师要往河去 玄奘诚实地回答他 平僧要去西天曲 金字还没落 他就被军士扣住了行囊 遣送回家了 你说 他出门前也不调查一下 这隋王刚下了 靖僧西行的诏令 他就往上撞 不过 玄奘毕竟是玄奘 他就那么一直撞 一直撞 撞到隋 墨于天下 撞到玄武之变 撞到唐太宗 成了皇帝 到底撞成了这天下一等一的大事 咩 你这酒鬼藏入没营地 还数到其为我们来 现在这么大的酒味 撞死了咩 开脚开脚 这几个小鬼 怎么懂酒中所运成四千斑之味 我身上这可不是酒味 这叫风尘味 风尘味也不是什么好话吧 说了也没不懂 罢了 哎 这个小鬼 顺便和你们打听个事 你们来过时 有没有见过一个 被大剑河的侠客 一看这是风雨人物那种 大剑河 风雨人物 可下说的莫不是天群门少主 鹰无血吧 哦 你们也是要阴倒地 那门可知道他们在哪 我找他找的好苦啊 我承择令小魔 即刻被他启程 要是没他的相助 我可死定了 哎 小魔是小魔还要别人帮助 这要是我 可要羞愧死的 我哪康平是常死 平日 底是嫉妒灰暗 外物 小魔从来就不是本业 有什么可羞愧 咦 这会常死 胖是之前英雄所说的那个酒友 既然之前当然英雄对他多交造福 不如不如就顺路帮他一把 咩 那知音不让自己麻烦 你认识人都这么麻烦 酒鬼参使 英雄先不站 就我们帮你吧 你们几个小鬼 人行吗 这废话我们可走了 在小魔之处 就在干招下一春 那一夕的岔路 多谢 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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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s ub